在這盛況 這是一個非常有陷阱的問題 其實那個大尺寸 其實我認為是他外在的訴求 當然重要 會不會買大隻老iPhone 6 Plus 和碩董事長童子嫻笑笑打太極 而他也點名下一個蘋果盛世 就在Apple Pay 他的支付方式 確實是他想像要建構他新的系統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著力點 但是這個著力點也只是單一的步驟 他有四五個步驟 如果給他串起來 就會重演當年音樂下載的一個盛況 在童子嫻眼中 蘋果的強大不在硬體 而是引iOS為核心的生態體系 只是iPhone太熱賣 一度讓代工的核碎能力吃緊 但童子嫻打保證 這只是短期的事 訂單在三個月六個月之內的高低級 不要緊張 整體3C產業 在這個領域裡面的創新 跟替人類帶來的很多便利跟有效跟有趣 其實遠遠高過短暫的 你看到的一下子缺料 一下子缺人 這個經過一兩個月的調度都是可以克服的 而大陸17號開賣iPhone 6 短短6小時之內 預購量超過200萬 等於每分鐘賣出5500支 也讓負責組裝核碎 恐怕再度面臨能力的挑戰 3C新聞的預報中 台北報導